還有一層意義 就是我自己在14年前 加入了參加了一檔節目 就是快樂男生 我在那個舞台上 其實當時是摔倒了 那些年都給我造成了 不大不小的一個陰影 我就總覺得那個東西不適合我 或者是那個不對 我選擇不對我不應該去 後來我慢慢長大了 慢慢成熟了之後我才發現 那是一個特別正確的一個選擇 如果我當年沒去我可能會後悔 而你去了沒有做到那個東西 你反而學習了其實 你是帶著一股這樣可以算是一種 一股氣嗎或者是 我不是氣 我就是總覺得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跌倒了 你一定要在那個地方站起來 就是因為我在湖南威視當年14年前 這個舞台上跌倒了 我只有在這個舞台上站起來 我才會舒服 哪怕你已經是黑豹樂隊的主唱 黑豹樂隊主唱 只是我跟黑豹樂隊的這個 這個綁定的一個狀態 你們的緣分 對 而這個緣分 就是我覺得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我是希望能夠在這兒 14年之後我抱著一顆 必勝的決心吧 那個狀態 我要在這個舞台上 把我所有能綻放的能釋放的能力 全釋放 我才真正能做到誤悔 你心裡有一座火山 從14年前 然後一直壓到現在爆發 是 有這個感受 我其實沒有爆發徹底的還 還沒爆發的 對 因為我 所以我PD總要總問我 齊哥 你得了第一 你開心嗎 我還行 說齊哥 今天的舞台怎麼樣 不錯 是真的還是在壓抑著這種情緒 真的 不是那種狂喜 真的 真的 我是因為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跟我自己 就是因為一件事情而狂喜 或者是因為一件事情而 哇 那個狀態就不行了 繃不住了 就覺得 我太開心了 你知道 因為 我回家第一次聽到 中歌榜打榜的時候 那個狀態 黑豹樂隊 潮汐 我寫的詞 哇 哭的 你知道 是